四年一次的市竹赛开梯 也让餐厅业者嗅到了商机 要带你来看看 这一个是把披萨的外层 用竹炭画上足球的纹路 在经过摇烤膨胀之后 就变成了一颗利品足球 成功制造了话题 也让最近的预约人潮 比平常多了六成 请起来为市竹赛加油 火辣的showgirl一字排开 餐厅业者现在也搭上 运动风强攻市竹商机 现场不只请来整眉助阵 就连吃的也很特别 一大块面团到了厨师手上 变成一片薄薄的饼皮 先在第一层撒上馅料和起司 第二层再放上透明的模板 刷上黑色煮炭 乍看之下还真的跟足球有几分神似 不过更精彩的来了 只见厨师把饼皮放入特制的摇烤中 不到15分钟 香喷喷的立体足球正式出炉 切开外层瞬间香气四溢 内馅的起司更是多到一路前撕 不但由美师来到餐厅 还能感受士足气氛 直接民众的脸上都贴上 支持队伍的贴纸 或是画上国旗 也有人穿着足球球衣来用餐 原来是因为老板本身 就是个超级足球迷 只要是有关士足的相关打扮 就能够享用免费饮料 一开始我们是用平面的披萨 就是大家一般在外面可以吃得到的披萨 那后来想说 就大家越做越觉得有趣 所以开始做成立体的 各国的代表 比如说美国就是凯萨沙拉 那法国的话就是田螺 餐厅里头预约人炒比平常多了六成 业者也预估士足在期间 营收渴望成长五成以上 努力抢转四年一度的士足相机 借助一点刘凡刚台北报道 来看到这一期买彩券 特别选号却出现了财券号码权